我在灵山我愿求 灵山只在如心头 灵鸠山位于印度王社城 是重要的佛陀说法之地 2500多年前 佛陀在这里宣说妙法莲花经 流传至今影响许多人 这个就是灵鸠山 灵鸠山的那个石头 所以它整个这边看起来就是灵鸠的头 而今日 14位来自台湾、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次第志工 一步一步登上当年佛陀的说法台 法华经的精髓就在无量一经 今天我们能够在灵鸠山上 能够宣读无量一经的话 让我们更加的能够窃进佛陀精灵的深处 那么让我们感觉到说 守治不动一百千节 静寂静神至前妻 守治不动一百千节 苦寂寂靶以父为说法 令诸众生受于快乐 佛陀出生的时代 社会苦相启发了西达多太子的慈悲 因而选择了一条寻找答案的路 跨越时空 慈离之工也见证了同等的慈悲 一路上看到很多淘气的这些气概 让我们很不舍心痛 2500年前是这个的环境 那2500年后还是看到这样子的情景 需要改变这样子的环境 需要很大的能量 灵灸山说法台上有一位阿俊士长者 维护道长庄严40余年 他见到慈离之工千诚敬佛 心声欢喜 我们今天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佛陀的佛法能在印度兴盛 如果这附近有贫困的人 我们希望有机会来照顾他 此次多国慈离之工重返当年佛陀足迹 用恭敬的心礼敬佛陀恩德 也不断地和当地政府、机构、团体合作 希望能为佛教发迹地带来更好的明天 大爱新闻 至少美之工李立新、杨文辉、阿玛尔 印度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感谢观看